所謂的自圓搜尋器 那也就是說 將來我們輸入一個字串 然後它再輸入一個關鍵字 它會在那個字串裡面幫我找 找大概那個關鍵字出現的 出現的位置而已 位置 然後呢 出現一個位置 它就幫你記下來 然後幫你輸出 總共找 比如說我們今天舉個例子 像假如說 我這邊寫好的程式 然後我們直接執行 它會出現請輸入字串 那如果我說 按照那個試題裡面要求是這樣 就是 你就輸入一些東西 假如這樣 你就輸入Enter 它會說 你要找這裡面的什麼樣的字串 有不要放下面這邊 那我們就是把它輸入一個 假設找Ry 那Ry的話理論上 它會幫你找 那 要特別注意 因為字串呢 這個字串 實際上就是一個字圓的模擬 也就是把一個字 一個一個的字圓放在正列裡面 有沒有 所以實際上都是一個C 有沒有 一個A 它是個別個別的 那正列的話一定是從0開始 所以它將來會告訴你 就是在這個裡面有沒有Ry 有在這邊 它一定會找到這個位置 那特別注意 這個一定是找0 1 2 所以它會 反環告訴你 在2的位置 那可是問題 我們正列是從0開始 但是數字那個位置有沒有 位置你不是從0開始 你從1開始 所以怎麼樣 你必須再加1 才會是這個Ry的正確位置 所以那就幫我找一個Ry 兩個Ry 然後再來Ry 總共有4個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幫我找完之後 自動幫我輸出到下面 然後呢 告訴我什麼呢 它的位置在哪裡 好 然後直到最後啦 所以找到以後 你變成怎麼樣 你還要再往下找 再往下找 一直往下找 所以這裡的話呢 會需要一個回圈 你當然可以用一個度回圈 或壞回圈 其實都可以寫得出來 那這裡的話呢 我用度回圈會比較OK 因為先找到之後 再往下找 那可是往下找 如果你沒有給它參數 它會從頭再找 那又找到一樣的地方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找到之後 你要讓它往後面找的話 你要記住找到的位置 好 然後呢 再把它怎麼樣 再加上 加上什麼 加上它的長度 因為你找到以後對不對 你要讓它往下找 你就不能再從頭找 你要從什麼呢 它找到的位置的後面 這個長度 的後面這邊開始在找 有沒有 那找到以後在這邊 然後再加上一個長度 再往後面找 找到以後有沒有 再加長度 再往後找 那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敘述 這邊按Enter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Enter之後的話 它要跳出什麼 第幾個位置找到 那就會出現第三個 那為什麼是3呢 其實是2 然後這邊有個加1 就是說位置再加1 然後第8 實際上就第7 再加1 然後往下一直往下找 總共會找到4個 OK 那另外的話 當然 如果我今天再執行一下 假設另外一種狀況是 我一樣是輸入一個字串 但是呢 我要找 找什麼 找 這邊記得要點一下 Aaa好了 比如說這個 這個有沒有 沒有 您要搜尋的字串 您要搜尋的字串 不在字串當中 OK 那你可以test 裡面的話 還有幾個 最好當然你可以 用它裡面給的東西 然後來test 然後看看結果 一不一樣 這邊的話 大概1 Enter一下 然後 不過我發現 這個地方 它給的這個 找出來的結果 跟那個 那個題目裡面的 那個位置好像不一樣 我在想說 會不會跟那個 Unicode 還有一個早期 因為它DOS底下是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用那個 MS950 就是編碼方式早期 Unicode現在是有兩個bytes 沒有一個bytes 兩個bytes問題的 Unicode全部有兩個bytes 所以切完之後 我發現 它跟它的答案不太一樣 可是下面找1的話 位置都一樣 像這個找這個字串有沒有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 最後的完成的畫面 下面這個是80 14 不會有問題 就是這一串 我剛剛填的這一串 什麼JUM 什麼PI 這個字好像有 PIEOE吧 好 那上面這一串 我輸入上去 我現在是3712 22嘛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這個 來當成 當成那個我練習的 那我看一下 這個地方輸入這個字串 Enter 然後找什麼呢 它一樣要找一個 RY的話 Enter 它的位置 就會好像會有 會有差一點點 那我在想說應該是 舊版它的環境 以前在那個DOS環境底下 也會有一個byte 兩個byte的位置 不過這個地方 你可以不用鑽牛腳尖 我確定是這個 是正確的啦 只是說呢 可能是切那個位置 去算的位置的不同 OK 那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就是大概 讓各位了解一下 這個邏輯到底是怎麼樣 可是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解決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首先的話 我大概區分 三個步驟來看好了 第一個步驟就是說 我要先宣告幾個變數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呢 大概第一個 我翻譯者 假設我這邊告一個 這個翻譯者是一個 一個數值 就是找到幾個 然後再來的話 找到的位置 我用index 另外的話呢 Bin的話 就是從哪邊開始找 當然找到的 我想預設一定是從0 就是正列裡面的編號0開始找 那可是找到以後 你又不能又從頭再開始找 所以你要告訴他 第二個參數 你要從哪個位置開始 那個位置找到以後的 再加上那個關鍵字的長度的後面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Bin的 Bin的這個變數 就是從哪個位置開始找 那接下來的話 我需要什麼 獨入自竄 所以這邊的話 我輸入之後 這邊把它執行 第一個就是有沒有 請輸入自竄 這個時候的話 那我就假設我今天 就給他輸入一個 假設你今天給他一個自竄 假設輸入了 Enter之後的話 當然這個時候 我要用什麼方式來 讀進來最簡單 因為前面我沒用過 那個Scaner Scaner 不是那個Scaner 是這個 讀進來 Scan 那個你鍵盤上動作的 一個Scaner類別 那這個類別的話 一樣 你當你怎麼樣 當你輸入完畢之後 按Enter 它就會幫你讀進來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 我這邊 New一個什麼 Scaner 然後呢 利用System.in 去把它讀到哪裡呢 讀到一個 這個Scaner的物件裡面 然後透過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把這一行給讀進來 怎麼讀進來 用一個方法 叫Next Line 把它讀到哪裡呢 讀到這個Street裡面 所以我按個Enter之後的話 Enter 那理論上 這裡面應該就幫我 幫我讀進來 讀到這個Street裡面 接下來要找什麼 找RE 所以呢 後面再要讀下一行的話 一樣 就這邊有一個什麼 請輸入... 所以你這邊有一個println 要換行 請輸入要搜尋的字圓或字串 然後呢 一樣的方法 我就輸入一個RE Enter Enter之後的話 它一樣會幫我用Next Line 幫我讀到什麼 瞬一裡面 所以這個SRT STR 是我要找的那個文章 假設一個文章 然後STR1 這個是要找的關鍵字 這個地方我要按個Enter 接下來的話 找錯了 RY這裡面沒有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 它會怎麼找呢 特別注意這裡面有個關鍵 是利用有一個String裡面 有一個類別 所以其實String這個類別裡面 會有一個叫IndexOf的一個方法 那特別注意 這個IndexOf裡面 第一個 你必須要傳遞給它關鍵字 所以特別重要前面是放什麼 放要找的那個關鍵字 這個前面是什麼 你的文章 你的關鍵字 後面的話呢 是從什麼位置開始 那因為我的預設值是從0開始 所以有沒有 它會先從頭開始幫你找 那往下找對不對 那等到如果說呢找到了 這個地方的話找到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找到呢 它會回傳給你什麼 如果找到的話 它一定就是不是-1 但是如果沒有找 如果有找到一定是那個位置 比如說假設我們這邊 這個1好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1是第8個好了 它就會告訴你是 第8個字它就剛有7了 因為編號從0 所以你必須要再加1 那如果沒找到的話 像這個輸入RY 它一直找到沒有 它就回傳給你什麼-1 所以如果我說呢 沒有找到那就是-1 -1的話呢 那就跳離回圈 那就是輸出什麼 剛剛的這個訊息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把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那至於怎麼做 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先思考一下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這一段到底怎麼寫 前面因為這個我想讀路易航 應該前面有講過了 這個好像在前面我們那個 做那個單字車業那一題 好像也有弄過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先把題目看過 然後呢也試著把前面的部分 先試著做做看 那等一下的話再來看就是說 這個其實最難的 就是這個回圈裡面要做什麼 不過其實你理解之後 我想應該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